Hello大家好,我是Channel 香港警方在18日早上拘捕林作 涉嫌與虛擬資產交易平台JPEX案件有關 通宵扣查一天後 昨天傍晚6時已有消息指林作 將晚上大約7時獲准保釋 現場聚集大批傳媒 眾人等了近3小時 在晚上9時 林作女兒如美在律師陪同後走入中區警署 早上近10時在現場守候傳媒才知道 林作很狡猾聲動激勢 由警署後門走上律師的車 至於女友如美獨自一人報出警署 開車走人沒有接受訪問 可能她早已知道大批傳媒在外面守候 所以用女友如美引傳媒的注意 聲動激勢 自己偷偷在後門走人 在18日早上 警方雙業罪案調查科人員 到林作為中環娛樂行辦公室搜證 在那天早上大約12時半 林作在警員押戒後離開娛樂行 並押上車前往中區警署 同時警員逆檢走多箱證物當中 包括一些現金 林作在今年8月底 開始遭用中環娛樂行一間寫字樓 開設名為林作炒幣公司 其後更在社交平台向網友宣傳JPASS 並提供優惠碼吸引人開戶 JPASS的詐騙案 在上星期三 即9月13日 由香港證監會點名警告引爆 特別指出網紅、場外外匯兌換店等配合虛假宣傳 警方在星期18日已涉嫌村謀詐騙 在全港多區拘捕四男兩隊 包括網紅林作、阿彤陳怡 並搜查多間推廣加密貨幣交易實體店 消息指警方再拘捕多兩個人 令同案累計已有8人被捕 年齡介乎22至52歲 案發至今超過1600人報案 涉及款項大約12億元 警方提到已凍結銀行 結餘大約港幣1500萬 已合約4400萬元的三個物業 並考慮充公他們的犯罪得益 在證監會公開點名後 JPASS原來都曾發聲明 指證監會不斷施語不公平的對待 又指證監會上星期三發出相關聲明後 促使他們的平台陷入經營困難 但強調即使面對連串的挑戰 會堅定不宜繼續營運下去 看來現在都會斷正 估計很難營運下去 不過現在差在投資者的錢拿不拿回 這一集先聽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Online和Share出去 我們下集見